HELLO 大家好,我是維斯基 前在 XGP 的 Core 會員正式登場後 這是 Xbox 平台最初階的線上服務訂閱機制 包含了線上遊玩、遊戲庫與會員折扣等功能 之前剛宣布時,只公布會有超過 25 個遊戲 最後首批上市的遊戲總共有 36 個 所以我想要在這邊同時為新舊觀眾們介紹一下 Core 現在所包含的 36 個遊戲裡,我覺得值得玩的 10 個作品 老觀眾應該有聽過我在其他影片裡介紹過其中幾個遊戲 但由於這批作品相當優秀,所以這邊再次收錄 我認為這 36 個遊戲整體的品質都很優秀 但是機率偏幅隨時介紹了三分之一 剩下的也都值得嘗試看看,就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我們從 2D 橫向遊戲開始 Selix 是一款高難度的平台遊戲 融合了挑戰和深刻的故事情感 在遊戲中,你將跟隨主角攀登一座神秘的山 同時面對內心的困擾 這款曾經瘋靡遊戲速度社群的作品會如此受我喜愛 以至於在困難都願意多次重玩的原因 除了擁有非常紮實的操作設計之外 還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原生帶與可愛像素畫風 使它成為我的必推之作 下一個作品 Unpacking 是一款獨特的解謎遊戲 透過拆箱行李擺放物件的過程 讓玩家去了解主角的生活樣貌 在一個放鬆休閒的遊戲表面底下 利用了一人身邊的東西還有他們所能被放置的位置 我一字一語講述了一個充滿許多情緒與波折的成長故事 中間解析和摸索物件關係的過程我覺得很有意思 也讓擁有多次搬家經驗的我相當有共鳴 接著是另一個獲得壓倒性好評的遊戲《死亡細胞》 這款銀河惡魔神遊戲 是近年最知名的動作類弱的作品之一 在這個沒有檢查點的旅途之中 玩家又透過擊敗敵人而收集道具 不斷在每次死亡之前強化自己的角色 遊戲流暢的打鬥與酵素視覺效果 不斷的武器類型和場景敵人種類 這些要付構成的迴圈都是讓它成為我精神時光屋的原因 如果平台解謎是你的強項 Inside 是這十年內出名又發而生醒的名作 遊戲主角是一位小男孩需要不斷的向前移動來擺脫追擊 我會對這作品如此推崇 這除了機制創技漂亮地反映了所處的世界之外 整個畫面的音效、顏色與配樂之用心 近乎完美地構成了一段難以複製的體驗 接下來這個啟發無數卡牌作品的遊戲 也一直在我全平台都推薦的清單上 Slayless Fire 殺戮堅塔 將牌組製作機制和類ROG遊戲結合 打造出具有高實驗性和成就感的遊戲迴圈 在攀爬高塔的過程之中 你需要挺身的挑選要加入牌組或是升級的卡牌、遺物還有互鬥 隨著遊戲的推進也會開放多個退友玩法的角色 他利用風險與報酬的巧妙平衡 來讓玩家即刻且清楚地感受到每個選擇的後果 為因為這個遊戲而踏入了卡牌類的世界 Firewatch看火人 是我開始接觸獨立遊戲初期所體驗的一款 第一人稱探索劇情遊戲 遊戲設定在美國國家公園之中 玩家扮演公園觀測員 在任職的這段期間 你會在探索崗位周遭荒野的同時 與你的上司的Lyla通過對講機聯絡 你們之間的對話也是你在此唯一的陪伴 唯一選擇更會影響這一段關係 角色聲優的表現 讓整個劇情還有謎團都相當的吸引人 也以很有意思的方式呈現墨花絮 絕對推薦給喜歡以劇情為遊戲中心的玩家們 我確實不知道 你會 我會 愛好劇情體驗 但是希望能更動作刺激一點的話 地獄之刃 蘇劉爾的獻祭會是個不錯的選擇 這遊戲的背景文化設定 結合了北歐還有凱爾在文化 用不錯的方式呈現眾人熟悉的神話場景 我認為製作團隊對於精神疾病 做了相當認真的功課 來表現出對於主角的影響 同時又加入了有力的劇情來支撐其整個旅程 作為HP上面數一數二漂亮的遊戲來說 非常期待工作室在續集上投入了新技術 還有劇情所做的延伸 甚至這時候 她不能救她 接著是比較小重一點的冒險平台遊戲 腦行員2 之所以會再要說 是因為這遊戲有著相對少見的美術風格 同時他們大多數以前的作品都沒有中文化 所以在台灣遊戲社群之中 好多也比較少 但是他們的作品可以說是讀書一格 腦行員2的主角們有著特異功能 可以傳說在腦海之中 打敗人們內心的惡魔 不論是特異能力還是場景或戰鬥 都豐富多元 可以說是他們最結束的作品 如果對這間工作室不熟悉的話 非常推薦從這款遊戲體驗他們的想像力 假如說腦行員2裡面的平台考驗不夠你玩 那可以來挑戰增加了跑酷技能 同時要求你不斷移動的毀滅戰士永恆 建立在2016年的重景之上 這款第一人生設計大作 要玩家在被地獄大軍肆虐的地球上 征服各資源的惡魔 阻止人類迎降最終滅絕 它會被我推進的原因 除了有著相當熱血的培約之外 它的射擊搭配上近戰這個組合所提供的刺激 與力量感真的讓人欲罷不能 真心與上一代一同推薦為10年內最好的射擊遊戲IP 這次最後一個想要推薦的遊戲 是之前已經分享了很多次的高壓清潔模擬器 在這個模擬器中你的目標就是拿著各種高壓清洗工具們 將遊戲中不同大小的物件和環境沖洗乾淨 整個過程你能自行慢慢的享受 也能找朋友來一起胡鬧提升效率 在之前分享過了之後 遊戲更新增加了FF7和古墓奇兵的免費擴充 還有用心製作的海綿寶寶 無非DLC可以體驗 目前安排了更多合作內容與免費甘心 是個出乎意料的好作品 在做了這麼多XGPU的影片之後 我知道有些觀眾可能會覺得 XGPU不符合自己的需求 但又需要線上會員來與朋友聯繫及一起遊玩 所以Core將會是相對比較實惠的選擇 同時對於新來的玩家而言 這也與銀王的體驗不同 相較於少量的每月負責遊戲 這可以減強到更多XGPU遊戲庫中的精華作品 也是個更好的經驗 所以希望透過這個清單 可以給大家一個簡單的方向做參考 服務上的其他作品也都不錯 以這整個遊戲庫來說我覺得相當值得 很好奇你們怎麼看呢? 歡迎在留言跟我分享你們的想法喔! 今天就先到這邊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還有打開小鈴鐺 來收到更多類似的消息 我是魯威斯基 我們下次見!